主料,滴粉250克,主料,清水125克,糖10克,烟5克,酵母3克,黄金芝士粉3克,白醋3毫升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125g清水倒入面包机桶内,加入10g糖,倒入250g滴粉,加入了3g黄金芝士粉,加入5g盐,加入3g酵母,启动面包机, 在揉成面团时,滴入2g白醋,温柔到光滑,吸面包机,取出面包机桶,盖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,冷藏发酵至少20小时,经过20小时的发酵,取出面团,排气,放置室温,带面团回温,将面团擀成片,由一则向另一则卷成条,再用拖拌链成香等的小剂子,放上蒸笼,请发30分钟, 经过30分钟后,玫瑰花用手拿起来时,有青椒条的感觉,就可以开火蒸了,冷水下锅,大火煮沸后,燃烂火蒸18分钟,吸火后过3分钟打开,取出放凉即可享用,烹饪技巧,请发一定要到位,拎出来的包子才软熟好吃,下锅,一定要用冷水3, 熄火后,一定要过2-3分钟才可打开,加入两滴白醋,吃包子等松软乳,如果不想摸动发酵,也可是柔和面团,放温暖湿润环境,进行第一次发酵液,5-2小时,如果没有黄金芝士粉,可以用南瓜捏替,颜色一样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